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进入加持赛,字母哥的罚球,不禁等同于帮助塔图姆,完成了一个准直杀。 字母哥在赛后的采访,也表示十分懊恼,塔图姆、杰伦布朗两人,是这场比赛获胜的大功臣。 塔图姆全场比赛,拿下30分7篮板,二柱攻二抢断一盖帽。 杰伦布朗全场比赛,拿下33分5篮板,四柱攻二抢断一盖帽。 但其实这场比赛绿凯的先发五虎,并没有比雄鹿的先发五虎强太多。 绿凯先发五人,合计88分,雄鹿先发五人,109分。 所以绿凯,是赢在替补席,那么就不得不说杰伯,帝格此意的高光,表现了。 雄鹿此意,替补席五人轮换,康诺顿6分,波蒂斯3分,福布斯3分,威尔森0分,梅里尔0分,合计12分。 而绿凯替补席上的杰伯蒂格一人就拿下19分,比雄鹿五位替补,都还要多。 所以杰伯蒂格,是此意绿凯迎球的X因素。 在肯巴沃克膝盖受伤的情况下,他完美地填补着沃克的空缺。 杰伯蒂格全场,比赛25分钟,15中期,3分4中4,拿下19分4助攻,三篮板二抢断一盖帽。 命中率,46.7%,3分命中率,100%,19分加43分,比雄鹿五大替补,合计都还要多。 蒂格此意,就是一个超级骑兵,绿凯替补及五人,合计拿下了34分,蒂格就是领头羊。 蒂格在修赛期,无人问津,只有凯尔特人,愿意接受他。 绿凯给了32岁,还在颠峰期的蒂格一份,250万的底薪合同。 上赛季的蒂格,还是年薪1900万的球员。 这笔签约,很明显是大赚特赚。 在12月16日的季田,赛中蒂格19分钟。 九中期,3分4中4,拿下18分以助攻,命中率77.8%,3分命中率100%。 当时他就展现了,自己出色的得分能力,与三分稳定性。 没想到新赛季首秀,又高光无限,19加43分,3分命中率100%,快船再修赛期,其实是有机会牵下杰夫蒂格的。 NBA记者肯尼史密斯曾经建议过快船,在失去拉减朗多后追逐杰夫,蒂格。 他认为给蒂格,一份底薪,合同会让快船最弱的一号位得到升级。 但最终快船,没有听取肯尼史密斯的建议。 转头就续约了,上赛季效力球队的,雷吉·杰克逊。 结果雷吉在首秀中,三中灵芝拿下一篮板。 他的表现,完全不如地格,快船没抢地格,真的失算了。 文言小白。 And。 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